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A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非常的重要 批量生成 咱们为什么要用AMIT 主要的就是用它的批量生成 给咱们大量生成代码嘛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重点 厉害咯 好 咱们学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 大家请看 计算符号星号 或者叫做乘号 怎么乘 它把咱们所要生成的tag进行相乘 是个什么概念 你又不是数字 一会咱们会看到 同时计算符号$ 这是什么意思 它能够帮咱们生成序号 一会也能够看到 OK 那么马上进入咱们的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就是讲 如何乘上这个tag 如何给它附上一个符号 OK 咱们先少叙 今天是咱们的实战例子 我马上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一个个讲解 保证让您听明白 首先说 我在我的网页中 我要是生成三个自然段 该怎么做 比如说这P 用Emit做 这一个P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来一个P也没有问题 再来一个 三个P 三P对吧 三P 不要想办 好 那咱们需要敲三遍 就算咱们使用Emit敲这三个P 也不是说很轻松的事 对不对 你看 虽然咱们少了这个监控号的输入 但是也不轻松 为什么 咱们得敲这么三行 对不对 Emit早给咱们想到了 这种需求 用Emit的乘号 就能够简单的实现 怎么做 P 是一个吗 对吧 如果我想成三个自然段的话 就P 乘上一个3 回车 大家请看 三个自然段出来了 30个呢 一下生成30个 这个就是说 帮咱们快速大量的生成 咱们所需要的tag 非常非常的方便 有之一吗 没有之一 OK 接下来 咱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 把这个行调整一下 就这样吧 接下来 我不但要生成自然段 同时我还要给我的tag 加上各种各样的属性 比如说样式单该怎么做 DIV点 然后咱们加个样式单 CSS section 没有问题吧 然后 如果说咱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么它会给它生成一个 DIV 有class CSS section的这么一个tag 对不对 如果咱们想让咱们生成了tag 批量的话 乘以3 为什么我乘以3 其实我乘以起无所谓 但是我一般习惯乘以3 3 3 试试 够 大家请看 我一下子就生成了三个DV 同时还都带有class属性 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有 看 我输入内容 这是第一次自然段 然后我按什么 按type键 注意看 type 第二次自然段内容 接下来type 第三次自然段内容 哇 非常的方便 咱们很轻松的就生成了 带有标准的属性 同时还有内容的三个自然段 难道不简单吗 再往下 还有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 我生成了这三个自然段 对吧 可是我不想说 这三个自然段class 都是一个class 大家请看 地方 我是DV 加上class的 去乘以3 我class能不能动态变化 完全可以 大家请看 这就是用到的这个Dollar符 为什么 它让每个自然段 每个tag所指定的class的内容 不一样 至少 什么个不一样法 它会给咱们增加 哎 稍等 增加 一个序号 试一下 比如说 还是同样的 DIV.csssection 然后是Dollar乘以5 不是乘以5 是加一个Dollar之后乘以5 它会出现 看啊 够 大家请看 每个class后面 都给咱们加了一个序号 怎么样 那换句话说 这有什么用 比如说我这个不是css 是什么 是ID的话 就更加的常用 为什么 因为ID都是唯一的值 所以加个序号 没有毛病 大家请看 生成了五个自然段 每个自然段有个ID ID的值都不一样 而且呢 是以序号排序 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再来一遍啊 乘以5 再别乘以5了 比如我乘以10 乘以13 大家你看 我打卡的数字 我出了5 不就是8 要么就13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喜欢 非国纳奇数列 够 大家请看 生成了13个自然段 而且呢有各自各样的ID 不过 有一个问题 稍等啊 我再给书上 按type键 这是它好处啊 大家请看 按type键 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输出 没有问题吧 非常好啊 但是 有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 大家看 我们项目需求 如果说这个 是两位数的话 那么这个一位数前面要补零 为了让咱们代码看起来更加的舒服 对不对 很多公司都有这需求啊 你零 这个一 你别写一 你写零以 或者写零领以 三位 要补零 这个能不能做 这个你 iMeet 你吹的那么厉害 它能不能做 说的好啊 说到这个 刀阵上了啊 咱们试试啊 看我下面这个地方 刚才咱是怎么做的 是DNAV CSS Section Dollar乘以5 对不对 如果我用Dollar Dollar 我用两个Dollar 会怎么样 试试啊 我还是出现13个自然段 咱们这回敲了 我再说一遍啊 刚才咱们是一个Dollar 现在我敲两个Dollar 能达到什么目的 注意看 Go 大家看 一位数的前面 它都给咱补零 换句话说 这两个Dollar 其实就是一个站位符 我敲三个Dollar 行不行 试试啊 这个地方 我不敲两个 敲三个 再来一个 好 咱们升成下 咱们别升成13了 咱就升成3就完了嘛 好不好 试试啊 Go 大家请看 它升可不是1哦 是001哦 它全部可给咱们补零咯 为什么 因为咱们指定了 它输出的位数 对不对 三个Dollar 对不对 咱们再回到两个Dollar 然后不敲到13 跟我的这个例子 做到一样 没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是非常喜欢Amit 推荐给您 还没有完 故事还没有完 还没有怎么完 比如说 我现在升成了这五个也好 这三个也好 它可都是从1开始 能不能不从1开始 厉害咯 看下面这个 DMA CSA section Dollar 没有问题 at at什么意思 在吗 英语中的在 我在哪 我在3 什么意思 这行代码就是说 我生成了这个代码 要从3开始给我生成 天哪 还能这么做 试试试 还是生成五个自然段 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3 4 5 6 7 还是生成了五个自然段 但是呢 是从3开始生成 没有问题吧 哇 真的是好用 有之一吗 没有之一 接下来 还有需求 有朋友说 你这个序号 是给我生成了 但是 你是生顺生成 你是生序的 能不能给我来个降序的 我不要这个 12345 我要52341 行不行 咱看我下面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就是干这个的 考过来 解释一下 DMA 然后CSA section 没有问题 Dollar 生成没有问题 at也没有问题 at是几 刚才是3 对不对 现在我不是3了 是一个负号 负号代表什么 降序生成 试一下 Go 注意看 降序生成五个该怎么做 大家看啊 我回撤了 Go 来 大家请看 5 4 3 2 1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如果咱们再用 警号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ID 非常的方便 生成降顺ID 没有问题吧 大家有朋友说 我这能不能不叫 你都叫ID 这还叫CSS 不想换了 对不对 对 咱们比如不叫 CSS 咱们叫 比如说叫 DIV BODY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吧 然后再乘一个5 回撤 你看 DIV BODY 5 4 3 2 1 没有问题吧 OK 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我都经过测试了 经过测试了 OK 我把它再拷败过来 让它形成我例子的样子 OK 没有问题 降顺排序 那么 又有问题了 又有朋友说 你看看你这个降顺 我是知道了 但是你是54 这个54 321 这个能不能指定下符号 比如说我不想生成54 321 我想生成 76543 行不行 也是没有问题 我既然能生成 这个从1开始 就刚才咱们这能够指定序号 那么咱们降序的时候 也能够指定序号 怎么做 看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 考虑过来 这行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要降序排列 然后生成5个 这有一个负实 什么意思 就说要生成5个 生成到负实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这个绝对不能理解 什么叫生成到负实 是生成到实 但是要降序排列 看一下结果 这么说 您听起来可能有点糊涂 马上看结果 什么叫降序排列 生成到实呢 够 大家请看 降序排列 14 13 12 11 生成到实 没有问题吧 完全没有问题 谁说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OK 好 那么我把这个符号去掉的话 再来一个 它是从实生成 没问题吧 再回来 加上负号 叫什么 叫生成到实 OK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推荐的 所有的内容 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 Imit 我觉得通过我给您的讲课 您也会爱上这个Imit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和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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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